哈囉是巨人 距離我們的婚禮還有16天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整天的運動跟飲食方式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一拜瘦了多少公斤 OK 現在我要來量問我的體重了 103.4 OK 103.4 來 我們繼續牛逼 剛要量完體重了 那我現在要來去弄我的第一餐 那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瘦身都怎麼吃的 那像我瘦身的話 我都是吃雞肉為主 我會控制熱量嘛 我把熱量控制在2100大卡以內 所以我現在都是吃雞胸肉為主 因為雞胸肉熱量最低 那對我們瘦身或健身的人來說 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我現在都是吃雞胸肉 然後吃兩片 那因為他雞胸肉熱量不高 他這一片的熱量才166大卡 所以是非常OK的 吃兩片也是OK的 好 那我等一下就加熱來吃 那下午的話 我要先帶TG去上課 我覺得他現在比較皮 對 所以帶他去上課 做點專業的訓練 看起來比較乖一點 上完課之後 我才去運動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現在我就是 繼續努力 剩下16天了 看看我到底能不能 低於100公斤以內 OK 現在先來吃我的第一餐 那就是雞胸肉 我剛才已經把它加熱好 TG你要幹嘛 TG 不可以這樣 我最近都是吃那個 Follow Me他們家的雞胸肉 然後它有三種口味 分別是海鹽 還有香草跟墨西哥 這三種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海鹽 就是最原始的味道 你想吃嗎 好啦 現在我們要帶TG去上課 走了 Let's go TG走 他不敢走樓梯 我之前為他吃飯 他是直接坐下來 然後手 兩隻手一起拿飯飯飯飯 他動作超快的 完全不等我 快點 我坐 乖 嗨 嗨 啊好乖喔 好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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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好乖喔 來喔 好乖喔 嗯 1 2 我現在要接受第一關考驗 好 沒錯 你要再同一隻手了 這個先給你 好 哪裡同一隻手嗎 我真的 你說拉著也要 對 你就一隻手拉著 所以另外一隻手都不能動 然後又動一隻手 好乖喔 坐著了 對 好棒 然後你就從那邊倒擠 就走回來這樣 好 聽聽說 開玩笑 你怎麼飛到南部 我的水子都不能動 很感動 好棒喔 好棒喔 啊 笑死了 我的手被你倒光了 體姬要慢慢來 體姬你要緩緩的 好乖喔 這一次Round 1失敗 Round 1失敗喔 我的水不見了 他剛剛一個直接回頭的手 對 然後停 對 然後輕輕的 然後你要手泡進扣環 對 所以你這樣的力道是輕輕的 對 這樣子 很棒 然後方方天神都可以站給他 這個人口 好 不要浪浪 現在如果人家在山坡的時候 你就是 鬆神山坡狀態是這樣 他還要跟著你 他還要跟著你 所以這時候就不要讓他睡你了 剛剛那樣的狀態算穩定了嗎 你說鬆神山坡嗎 對 還沒還沒 才剛開始咧 剛開始 鬆神山坡大概有十個不同的階段 他還在Level 1 啊Level 1 那這個教學的方式呢 叫做零食用的 所以你是讓狗狗吻著吻著那個人間 然後讓他引導他做出趴下行 對 好乖喔 好棒 對 好棒 所以他是自發行 對了 然後只有當他趴下來的時候 我再給他 所以你現在要先行錯他這個行為 然後再慢慢加上姿勵 一般家常很容易放得出是拉太快 你就直接啪 然後他就 嗯 幹嘛 然後他就站坐起來 好 還有一個 噴死 噢 他在想 他在想 給他 對 好棒 很厲害 好棒 好棒 好棒喔 弟弟好棒喔 好棒喔 OK 今天的鐵絲訓練完成了 阿翔非常的累 很渴很渴很渴 Tiki 回去睡覺了 好 好 好 回去了 媽媽也是覺得累 因為穩診多 那也難過 感謝你們 沒問題 加油 好 那我現在要回去運動了 OK 待會見 我們運動完了 現在要準備回家 因為健身房的生意太吵了 所以我就沒有直接錄 所以我大致上 運動的話 我都會做這幾項 是基本的 那如果時間更足夠的話 我會 跑步會再多跑一點 那我現在要回家 等一下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晚餐是吃什麼 然後怎麼吃這樣 OK 我們剛剛運動完了 現在要準備回家 那現在我要來跟他分享一下 我晚餐都會怎麼吃 首先 因為我個人比較容易餓 所以我現在的晚餐都會準備這個 今天也是吃Follow Me的雞腿排 但我不是每天都吃 但基本上我每天都會吃雞胸肉是一定的 Follow Me的雞胸肉我每天都會吃 那我現在晚上搭配我想要做的是 雞胸肉搭配這個 現在很流行的花椰菜粒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蠻好吃的 它吃起來可不然 有點像炒飯 對 然後它就是那種花椰菜根切很碎 這樣弄 那它是很簡單 就是直接下去給它炒 然後調味就好了 但它熱量 它的熱量也很低 每份也才22大卡拉5 我今天是 兩片雞腿排搭配花椰菜粒 這樣就很多了 乾煎就好了 對 就直接給它乾煎就好了 通常我都自己是煎兩片 因為這沒有很難 因為它這個是方便性非常足夠 就是火不用開太大 只要火給它乾煎就可以了 今天你是煮雞腿嗎 今天我的晚餐就是 雞腿排 雞腿排 對 它是雞腿排 然後我是吃兩種口味 那這兩種口味分別是什麼 一個是 義式羅勒雞腿排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香檸雞腿排 兩個味道都不錯啦 要吃 好吃 所以就不用額外調味 不用額外調味 對 非常的快 你這樣吃得飽嗎 一定要 一定要吃飽啊 在減肥的人 他吃的東西 盡量是原型食物 他限制可能也沒那麼多了 你就是控制掉你的飲食 借掉宵夜 借掉飲料 你自然就會瘦了 然後借掉糖分 對啊 你運動量再加強一點 那一定就能瘦了 對 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就看 我吃吧 OK 我煮好我的晚餐了 那我今天晚餐就是 來 take一下 這是我的花雷菜粒 搭配我的 重頭戲 我兩個雞腿排 哇 鐵仔 一個穿了 不行 鐵仔 先吃個雞腿排給大家看 這是羅勒的 嗯 嗯 雞腿真的永遠不會粗粗 唉唷,唉唷,你看看 真的 很酥玉肉的地度 雞腿真的怎麼弄都好吃 而且他們家的本就是好吃 那 還把你篩選過雞肉 對,而且 它這三種口味 剛剛我說的那兩個之外 它有的是 川椒麻辣的那種口味 喔,感覺很好吃耶 味道還是不錯 身體上 減肥瘦甚至很簡單 就是控制熱量 嗯 所以 因为我也不会特别不吃 因为你不吃反而之后 腹胖更快 所以我们还是会正常吃一些东西 让自己有饱足感之外 你也不会饿得比较快 那你不会突然爆吃啊 一下不吃一下爆吃 这样的效果是不好的 好 那今天就是到这边 一整天从早上 活着饮食到训练 然后在地狱去上课 到晚餐 分享给大家 如果我减肥的话会怎么吃 OK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 剩下16天了 继续努力